Hello 大家好 我是Yugi 我是SOHI的RAM 歡迎收看創愛世界 今天我跟Aren要來討論 一樣話題 你相信男孩子 有討厭的男生嗎? 就是討厭男生的類型 會有的 會有的 雖然我們是男孩子 不過我們身邊的男性朋友們 我們還是會有討厭的一些類型 所以你知道有哪些類型 是我們男生討厭的嗎? 很多很多的 今天我們就舉例五種 我們就來舉例第一種 你猜第一種是什麼? 第一種是上廁所的時候會遇到 偷看你小便 偷看你小便 第一種就是偷看你小便 是巨艇市場的情況 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的劇場世界 Let's go 很大條勒 很大條勒 可以勒 這麼大的 是什麼? 你沒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人家是大條勒 很大條勒 OK第一種就是這樣 你們會不會很討厭 對我來講 因為給別人看可能是他們的自卑 欸不是 所以你是不介意給人家看的 很正大公益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當然有時候我會害羞一下 對 所以我會不自然 你知道嗎? 如果遇到這種男生 我是本人是蠻討厭的 OK我們現在來講第二種 第二種 就是 娘娘腔嗎? 欸? 就是你知道嗎? 我一陣討厭我娘娘腔 沒有錯就是娘娘腔 就是那種 那種 很娘很娘那種的 就是那種 OK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的劇場時間 Let's go 欸你進來啊 有那麼遲的 叫你早點來咯 每次那麼遲到 快點啦 走 就是這樣啦 第二種就是娘娘腔 是不是很討厭呢 有時候身邊的人 不懂是喜歡男生 是喜歡女生 他就是表現到很娘娘腔 可能他喜歡這樣子咧? 你覺得男生喜歡男生咧? OK我們現在進入第三種 第三種咧 第三種你覺得是什麼 假猩猩 故事 第三種是 愛憲腹 愛憲腹 剛剛這樣抱歉了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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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愛憲腹 OK嗎? 進入我們的最長時間 Let's go 各位有的是錢 還好今天我穿對衣服 愛憲腹就是這樣 還好沒有穿那種 所以就其中一個愛憲腹 沒有 沒有咧 阿憲沒有腹 OK我們現在來講第四種 第四種 也是我蠻討厭的一個類型 就是你約他的時候 他常常會 放飛機 沒有到 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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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遲到很久的那種 對 因為阿憲也是搞production 所以我覺得準時是很重要 你知道嗎? 如果一個人遲到會影響大隊啊 對 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的最長時間 Let's go 約三點 現在四點了 你還不要來 這麼遲了 很險耶 阿倫我到 你都現在幾點了嗎? 四點了 你知道我們約幾點嗎? 約三點 你都遲到一個小時了嗎? 我塞車 我不要停階口 我們現在再約 OK就是這樣啦 很討厭耶 那些每次吃到的 硬打 為什麼不能準時咧? 如果真的是有事情 你要提前通知一下 你拍照片的交代交代一下 不要不要臨時臨機才 才來前面討厭 真的會突然 這種類型 第五種是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一定要做什麼 就是比較禮貌啊 握手對嗎? 握手對嗎? 第五種是講了咧 我們現在進入 劇場 Let's go 你就是那個手孩的認識嘛 對對對你好 我是 初次見面你好啊 你好你好 好好好 可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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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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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就是這樣懂嗎? 很小屁孩耶 見面的時候就很大力了 我好像在比例一樣 所以以上五種類型就是 我的意見我蠻討厭的五種類型的男生 你會討厭嗎 這五種你最討厭哪一種類型 如果這五種最討厭就是 算遲到吧 我覺得遲到是一個蠻嚴重的 不負責任是嗎 如果真的是很急有事情的話 遲到是交代要講一聲 事先要通知一聲 觀眾 討厭哪些類型的男生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留言哦 告訴我們你討厭的類型男生 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都喜歡 這部影片忘了記得按讚 訂閱還有分享 還不要忘了訂閱 SOHI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Bye Bye